好了姐妹们 我已经到达了 这个叫平头枪寨的地方 其实这个叫平头枪寨的地方 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大家的这个风格非常的统一 而且这里的绿植覆盖率非常高 这里是个民宿群 每一户每一家都特别漂亮 比如我眼前的这家 这里最吸引我进来的 就是花 这里的花好漂亮 姐姐 不好意思 我是误入你的这个花谱了 这个花谱都是你自己家种的 你们家民宿就是非常吸引我的眼球 因为门口就是都是花 太美了 它是地震过后政府统一打操 然后带动脑袋性 高预游高发展 您做这个民宿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十多年 十多年了 对 那就是在灾后重现之后 对 您就开始做民宿了 对 房间不多 也不情人 就我们两个人 反正自己打你 那我想问你这里生意好不好 好 都是哪里的游客过来 我这边到处都有 有北京的 全部过地的都有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的生活的幸福指数高吗 肯定高了 以前啊想说过好日子 现在什么都有了 车也有了 每一个月它不多不少都有点 孩子也逃出去上班了 哇生活好富足哦 我看你的笑容 我又觉得你生活特幸福 在这里遇见了枪寨的花开 我看到了他们的勤劳 温柔了平凡的岁月 原来美好 就在生活的点滴之间